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华尔街评论节目 今天我们聚焦2024巴黎奥运会的开幕式和首日比赛 奥运选手在开幕式上被雨淋湿 这对他们的健康并不是主要担心的问题 尽管这可能影响他们的表现 在首日比赛中 美国自行车选手克洛伊·戴格特在施华赛道摔倒后 仍然坚持完成比赛并夺得铜牌 展现了惊人的坚韧和毅力 此外 英国跳水选手亚斯敏 哈珀和斯加利 梅詹森在澳大利亚选手失误后 奇迹般地夺得了女子三米双人跳板铜牌 这是英国在本届奥运会上的首枚奖牌 这些故事显示了奥运选手面对逆境时的勇气和决心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在2024年的巴黎奥运会开幕式上 雨水无情地浸湿了来自世界各地的运动员们 但这并没有削减他们的热情和坚韧 当晚 塞纳和尚的四小时活动 在不停变化的天气中进行 有时微雨 有时大雨 奥地利马拉松游泳选手 Jan Hurtog为了应对不利的环境 甚至提前服用了维生素C和其他补充剂 然而 对许多运动员来说 雨水并不是他们最大的担忧 来自西班牙的女子篮球运动员 Megan Gustafson 在周六于Villenov DS结束训练时表示 他对雨水并不在意 他说 我等到雨下了一会儿才穿上雨皮 所以穿上的时候已经很湿了 但没关系 这仍然很有趣 Gustafson对于即将来临的奥运首秀充满信心 并且不担心感冒 西班牙队曾在东京奥运会上获得第六名 在2016年里约奥运会上获得银牌 这次他们将在PMROE体育场迎战中国队 美国女子篮球队则选择提前离开开幕式 返回里尔的巴士上 WNB明星Ira Wilson表示 下雨了 我不知道你们是否看到了 一点天气问题 我没有像我想要的那样完全投入 乌克兰奥委会发言人Maxim Chabarek也表示 乌克兰运动员因为下雨 没有任何健康问题 美国棋手LeBron James和CocoGolf 穿着透明塑料与P来保护他们的白色夹克 James笑着说 这是一个非凡的经历 能与我的奥运同胞们在一起 我代表红 白 蓝三色 代表我们的国家 这非常谦卑 是一种荣誉 能成为这个群体的一部分 来自美国各州和城市的所有运动员 Kevin Durant在Instagram上发布了一张 自己穿着开幕式服装的照片 并配纹整套衣服都湿透了 但我们在这里 雨水和湿滑的赛道并没有阻止美国选手 克洛伊 戴格特在女子个人 计时赛中的出色表现 尽管在亚历山大三世桥参加比赛时摔倒 戴格特仍坚持完成比赛 最终以41分10秒70的成绩夺得铜牌 这一刻 他的坚韧和毅力让人们为之动容 戴格特在摔倒时 左腿受伤 但他依然面带微笑 接受了这枚来之不易的铜牌 这场比赛的金牌 由澳大利亚选手格雷斯·布朗 以39分38秒24的成绩获得 银牌则由英国选手安娜 亨德森 以41分09秒83的成绩获得 当天的比赛中 许多选手因为失华的巴黎石板路而摔倒 挑战重重 职业生涯中最重要的一枚奖牌 在巴黎新建的水上运动中心内 当安娜贝尔 史密斯和麦迪逊 基尼在最后一跳中 出现重大失误时 现场观众发出了惊呼声 英国组合之前 在第二跳和第三跳表现不佳 排名下滑至第六位 获得任何颜色奖牌的希望 似乎在逐渐消失 然而 这对搭档在最后一跳中表现出色 完成了他们最困难的动作 最终以70.68分的成绩获得铜牌 美国的沙拉 培根和卡西迪 库克获得银牌 而中国的常亚妮和陈奕文 则夺得金牌 这是一个梦想成真 梅詹森说 我们知道即使我们表现得很好 我们仍然处于劣势 我们知道澳大利亚需要失误 才能让我们有机会 当这真的发生时 我们非常震惊 因为那对他们来说 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动作 这对搭档在转身 躯体和翻腾中表现出色 为英国赢得了 自1960年以来的 首眉女子跳水奖牌 也是自2004年以来 英国在奥运会开幕日 获得的首眉奖牌 他们的拇指上 画着英国国旗 其余修剪整旗的指甲上 则有一些别致的三维艺术 这些都是哈破 带到奥运村的指甲机的功劳 这叫做SB美甲沙龙 梅詹森开玩笑说 但沙龙现在关门了 他们的胜利更加令人惊讶 因为梅詹森 在三年前的东京奥运会上失利后 教练大卫 詹金斯突然去世 这让他深受打击 几周前 他还因部分背部骨折而无法参赛 但最终奇迹般地康复了 我不认为这是可能的 他说 这意味着我无法参加个人赛 一个月前 我才第一次为这次比赛做准备 你必须把一律抛在一边 团队和雅思敏完全支持我 自1960年罗马奥运会 伊丽莎白费里斯获得铜牌以来 英国女子跳水选手 从未在奥运会上获得奖牌 我们今天才知道这一点 哈珀说 他将在周日庆祝自己的24岁生日 但对如何庆祝感到茫然 承认没有什么能比得上一枚奥运奖牌 以及英国在巴黎的首枚奖牌 史密斯和基尼原本完全有能力 完成最后一跳 但史密斯从跳板的一脚滑落 无助地在空中旋转 两人一起坠入水中 他们的痛苦成为了英国的狂喜 在水下尖叫的史密斯赛后表示 我希望摄像机没有拍到水下的那一刻 这真的很令人失望 这些故事证明了运动员们的坚韧和毅力 即使在最困难的环境中 他们仍然能够克服困难 取得出色的成绩 巴黎奥运会的开幕式上 雨水也许带来了不便 但这并没有能阻挡这些运动员 追求荣誉的脚步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第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在奥运会开幕式上 选手遭遇到的恶劣天气 确实给他们带来了挑战 但这并不是他们担心的主要问题 这些运动员来自全球各地 参加巴黎奥运会开幕式时 被雨淋湿 尽管这并非理想状况 但并未对他们的健康造成重大影响 长时间站在雨中和寒冷中 虽不会直接导致感冒 但可能会影响免疫系统 因此有些运动员 如奥地利马拉松游泳选手 Jan Hercock会服用维生素C和补充剂来应对 在巴黎的开幕式上 运动员们穿着被雨水浸透的制服 依然乘船参加活动 尽管整晚都有雨 活动仍然进行了四小时 一些运动员在雨中穿着雨劈 或使用雨伞 而有些国家的运动员 干脆不在乎雨水的影响 继续表演 选手们展示了他们的坚毅和适应能力 并未因天气而放弃参加 这一全球主目的盛会 比如西班牙女子篮球运动员 Megan Gustafson提到 她在雨中仍然感到很有趣 并不担心感冒 美国女子篮球队 则提前离开了开幕式 避免了长时间的雨淋 同样 在奥运会的其他比赛中 运动员也面临着天气和环境的挑战 在2024年巴黎奥运会的第一天 美国选手克洛伊 戴格特在施滑的赛道上摔倒后 仍坚持完成女子个人计时赛 最终夺得铜牌 当天的天气恶劣 赛道施滑 然而 这并未阻止她的奋斗精神 戴格特摔倒时 左腿受伤 但她依然忍痛完成比赛 并在领奖台上面带微笑 展示了运动员的顽强意志 此外 英国跳水选手雅思敏 哈珀和斯嘉丽 梅詹森 在巴黎奥运会上 夺得女子三米双人跳板铜牌 这是英国在本届奥运会上的首枚奖牌 他们在比赛中经历了波折 但在最关键的最后一跳中 出色完成动作 获得了宝贵的铜牌 澳大利亚选手 在最后一跳的失误 也使英国选手有了翻盘的机会 这些例子显示 尽管奥运会上的运动员 会面临各种不可预见的挑战 如天气恶劣 赛道失滑等 但他们依然能克服困难 表现出色 运动员们的坚韧和毅力 不仅在体育竞技中展现 更在面对各种环境挑战时 表露无遗 他们的表现 不仅仅是为了夺取奖牌 更是将奥林匹克精神发扬光大 让全球观众看到人类在挑战极限时 所展现的勇气和毅力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 楚天书、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首先 我们要为巴黎奥运会开幕式 这些风雨无阻的运动员们鼓掌 他们在语中坚持 展现了奥运精神的真谛 这次开幕式就像一次湿漉漉的洗礼 让运动员们在比赛前 经历了一次别样的挑战 这不仅考验了他们的体能 更考验了他们的心理素质 毕竟正如西班牙女子篮球运动员 Megan Gustafson所说 这仍然很有趣 雨水只是让他们显得更加坚韧而已 楚天书啊 你这话说的可真是高风亮节 但现实是 这么多顶尖运动员在雨中被淋湿 可不是件小事 你知道吗 长时间暴露在寒冷和潮湿的环境下 会影响免疫系统 这可是有科学依据的 奥地利马拉松游泳选手 Jentercock还特地服用了维生素C 这说明他很担心自己的健康问题 想想看 如果这些运动员因为开幕式而感冒或受伤 那可就得不偿失了 谢琪琪 你这话真是启人忧天 这些运动员可不是温室里的花朵 他们平时训练中经常面对各种极端天气 这次开幕式的雨队 他们来说根本算不上什么 再说了美国男子篮球队教练Steve Kerr都说了 这将是一个难忘的经历 远超过雨水带来的不便 这些运动员有的是钢铁般的意志 这点小雨根本不会影响他们的表现 就像克洛伊·戴格特在施华赛道上摔倒后 还能夺得铜牌一样 这才是奥运精神 好吧 但现实问题也不能忽视 如果我们考虑到运动员的健康和比赛表现 这场雨真的给他们带来了不小的困扰 美国棋手LeBron James和CocoGolf湿透了还笑得出来 但这不代表所有人都能这么乐观 那些原本就有比赛压力的运动员 如果因为开幕式淋雨而生病 这可不仅仅是个精力问题 还是实打实的比赛表现问题 谢琪琪 你这么认真可真是没趣 运动员们在雨中坚持 这不正是最棒的奥运记忆吗 看看跳水选手雅思敏 哈珀和斯加利梅詹森 他们在澳大利亚选手失误后获得铜牌 这都是因为他们有着钢铁般的意志 和不屈不挠的精神 雨水只会让他们更加坚强 更加团结 毕竟这些人来到巴黎不是来享受舒适的 而是来挑战极限 创造历史的 楚天书 你这简直是浪漫主义者 挑战极限和创造历史当然重要 但也要考虑到现实的健康问题 你看 美国铁人三项选手泰勒尼布 在施华赛道上摔倒了三次 最终只排第19名 这可不是因为他意志不坚 而是因为天气恶劣 这些运动员已经为比赛付出了太多 他们不应该因为开幕式的意外情况 而影响比赛表现 毕竟 健康的身体才是他们创造夹击的基础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博士的分析 评论 好嘞 朋友们 让我们来看看这次巴黎奥运会上的几个精彩故事 从与钟灵承诺汤姬的开幕式到那让人揪心的比赛 这真是不折不扣的戏剧性一幕接着一幕 首先 我们来聊聊开幕式 哇哦 这场典礼简直就是一场意外的雨中狂欢 选手们穿着被雨水浸透的制服 乘坐船只在赛纳河上游行 真是浪漫又狼狈 不过 很多运动员似乎并不在意 尽管有些人服用了维生素C和其他补充剂以防感冒 但更多的人是拿着雨伞和雨劈 继续享受这场特别的旅程 西班牙女子篮球运动员Megan Gustafson甚至说 这仍然很有趣 不过 对于那些提前离场的运动员来说 这场雨显然有点影响了开幕式的气氛 美国女子篮球队的明星A.Jaw Wilson直接说 下雨了 我不知道你们是否看到了 这话说的真是生动啊 接下来 我们来看看美国选手克洛伊·戴格特的精彩表现 这位勇敢的自行车选手在施华的赛道上摔倒后 居然还能爬起来坚持完赛 最终拿到铜牌 这简直是一场奥运版的起死回生 在摔倒时左腿受伤 他甚至在上领奖台前还在接受治疗 但他依然面带微笑 这份坚韧让人动容 当然 这场比赛的天气给所有选手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许多人因为施华的赛道摔倒 这也成为了比赛的一大特色 让我们为这些勇敢的选手们鼓掌 他们克服了风雨 展现了奥运精神 再来看看跳水场上的故事 英国选手亚斯敏 哈珀和斯加利 梅 詹森在女子三米双人跳板比赛中 因为澳大利亚选手的失误 意外获得了铜牌 这场比赛也许就是运动版的过山车了 英国选手从第二跳第三跳的低迷状态 最终靠着最后一跳的出色表现逆风翻盘 这简直是体现了不到最后一刻你永远不知道结果的精髓 梅 詹森说这是梦想成真 而哈珀则补充说这枚奖牌意味着 我们知道我们需要在最后一刻发挥出色 这段话真是让人心潮澎湃 最后 我们不得不提这对搭档的指甲艺术 他们在比赛前精心修剪的指甲成为了他们准备重大比赛的一部分 甚至有一个叫Yazibi美甲沙龙的私家美甲店 这让他们在赛场上更加自信 试想一下 在跳水这样紧张的比赛中 还能保持这种小资情调 这对搭档真是太酷了 总结来说 这次巴黎奥运会 无论是雨中的开幕式 还是施华赛道上的顽强拼搏 亦或是跳水场上的意外惊喜 都是一场场让人难忘的戏剧性大秀 这些故事告诉我们 无论风雨再大 只要你足够坚定 奥运精神就会在你身上闪闪发光 这就是体育的魅力 也是奥运精神的真谛 让我们期待接下来的更多精彩瞬间吧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du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